全球最贵的10辆超级跑车 了解一下科尼赛克1价值 1亿元科尼赛克1作为顶级超级赛车 是手工制作的 只能是有限的 其总共只生产了6台 也是Core IS Ego最具代表性的传奇车型之一 科尼赛克1 一是世界上第一个电力质量比为1比1的公路合法车型 是世界上第一个超级汽车 Leica Hypersport价值 7000万元Leica Hypersport全球限量7台 由来自黎巴嫩的W Motors公司打造 外形非常夸张 车灯采用了钻石涂层 异常犀利 车身采用了钛合金和碳纤维材质打造 车门向后上扬开启造型十分独特 座椅的缝线则是用金子作为针脚手工缝制 Leica Hypersport搭载了来自保时捷RAV的3.7升水平 对质双涡轮增压6缸发动机 能爆发出751马力的最大功率 最高时速可以达到395千米每小时 百公里加速仅需2.8秒 Hennessy Venom GT价值 7000万元宣尼斯是美国的跑车品牌 它旗下的这款车型售价也在7000万元左右 而且这款车在全球只有10台 Venom GT搭载了一台7.0升壁型八缸双涡轮增压发动机 最大功率为1471马力 百公里加速时间为2.4秒 急速为435公里每时 Sassitutour价值 5000万元Sassitutour最初于2011年 作为概念车亮相 最终发展成为量产车 它在2018年的原石滩Concourse Delegance上展示过 它有望比其前身Ultimate Arrow更快 更强大 中置双涡轮5.9升V8发动机 在美标91号新满值汽油上 具有1350马力 在E85燃料上 具有1750马力 红线为8800转每分 在布加迪和Coinixack相互厮杀的时候 别忘了 Sassitutour正在后面虎视眈眈 科尼赛克CCA可死RC价值 4700万元搭载4.7升V8双涡轮增压发动机 另外这款车在全球只有两台 可谓是少之又少 高达1018马力与1060牛米的最大扭矩 在车重仅1180公斤的情况下 CCA可死R的零至100千米每小时加速2.9秒 急速则可以突破400千米每小时 科尼赛格CCA可死R是世界上最快的量产车 阿斯顿 马丁177价值 3800比4700万元英国超级跑车品牌阿斯顿 马丁于2009年6月份左右于巴黎车展上 展出了全新的旗舰车型 177 全球限量77台 其中中国配额五台 售价达到了134万欧元 177搭载一台自然吸气7.3-V12发动机 最大功率760马力 最大扭矩750牛米 3.5秒内完成0-100千米每小时加速 最高速度达到354千米每小时 Iconovacano价值 3000万元 新车限量一辆 特别为中国买家量身打造 最高时速达350公里 10秒内即可完成0-200公里每小时的加速 科尼赛格阿托尔价值 2650万元 理论上的急速可达443千米每小时 不过全部的阿托尔车型均限速在375千米每小时 不过如果条件允许科尼赛格可以突破限制 这意味着它也可以跑上443千米每小时的急速 兰博基尼Venino RoadSane价值 2600万元 作为50周年庆典的县礼 只可惜当大家对其惊世骇俗的外观议论纷纷之时 限量三台的Venino早已全部售庆 以至于国内没有目睹其真容的机会 法拉利·拉菲尔价值 2250万元 仅限量499台 Lawferrary采用被称为Hickers混合动力系统 一台6.3升V12自然吸气引擎可输出588千瓦的最大功率 电动机独立输出120千瓦动力 使得Lawferrary的联合输出功率高达708千瓦